台中慈禁医院守护中部地区民众的健康 肾脏科主任陈一新 他刚到慈院服务的时候 整个科别只有他一位医师 压力非常大一度离开医院 不过最后他还是放心不下病人 重拾行医救人的使命 还有另外一位外科的主任林英超医师 想当年他正处于人生的低潮 却因为参加了志工培训 人生重新出发 他有一个招牌动作 就是会跟病患竖起他的大拇指 因为他永远肯定鼓励病人 这是神经外科主任林英超 对病人的招牌动作 肯定鼓励病人 却曾经因为否定自己 而失去重医的信心 对病患的心 然后病患给我们的回馈 还有这医疗的结果 我们处于一种比较低潮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就像是面临瓦解 快要瓦解的人生 是在参加培训的路上 重新再组合也再出发 在回来的火车上面 那时候就觉得 也许这个地方是我们心灵的家 然后就开始决定要吃素 也开始收工的款 说起这段过去 林英超就会露出微笑的酒窝 三年多来不吃肉 也改掉了像老虎般冲动的个性 人缘是缘 开刀房的气氛不再紧绷 是人人口中称赞的操哥 会跟同仁提说他哪里做错 那希望他改善的原因是什么 他会很清楚地跟同仁解释 那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方式 其实同仁大部分都会比较能接受 这会踏实多 那也比较不会 好像一个漂浮的扶贫 四处漂浮 好像就找到根了 失去根就会失去方向 肾脏内科主任陈一新 就曾经因此而迷路 当时医院刚起业 肾脏科仅有他一名医师 我必须承认 万事起头难 毕竟当初这个特务器中心 包括肾脏科 但是我一个人 就一个人而已 那时候也是比较孤单 原本以为自己放得下 可以走得洒脱 但一接到病患的电话 心就软了下来 有点心酸对 有点心酸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那时候他会觉得说 他想给我看病这样子 或者说他觉得 现在如果我在那边 可以帮他处理什么问题多好 你知道他在那时候 你有很高兴吗 有啊 有很多的感觉 感恩这样子 记得他说感恩啊 回到处处是感恩和爱的意愿 陈一新的脚步还是很忙碌 但却不再盲目 日夜加班 让血液透析式能够运作得更好 对病患的服务也更加分 怎么样就是来自于说 既然你知道这件事情 是很好的事情 那你会觉得说 这个整个自业体 它的一个方向 那你会觉得 因为蛮有信心 找到的方向 陈一新将压力化为责任 现在的他就如同自己的名 要一心一志 守护大众的健康 大爱新闻陈下被过去中台中报道